好,開始! 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書是愛迪森 愛迪森出生在很多東北 而合而舟的女人陣 愛迪森小時候雖然吵過很多吼 但是他喜歡動老鏡 遇到事情第一,問為什麼? 第二,自己親自示意識 六歲時看見母雞孵蛋 為什麼? 母親說這是母雞將自己的體溫和孵蛋 有一天,愛迪森突然不見了 大人東早西早 才發現他怕在場堆裡 排中抱著幾顆蛋 為什麼? 在幹什麼? 他回答說 佔孵蛋 父母後的眼淚只有 進小學後 有一回 老師在講算數 老師在黑板上面寫 二加二等於是 愛迪森立刻站起難位 為什麼就等於是 引起全班大校 老師也說不出為什麼 直氣了大媽愛迪森不吐醜 回家後 愛迪森拔在學校的尾心 全部告訴母親 他可以用日十號 他九歲時 能過許多經典民主 十一歲時 學了科學百科全書 和劉正的著作 十二歲就在外面找工作 他用賣報紙的錢 來買藥品來做實驗 二十一歲時 又受聘到西方聯合公司 開始研究 法拉丁的 運動電學的實驗 前次就和店打上交道 整天埋頭做實驗 二十二歲 時發明了 股票報價機 獲得四萬美金的酬勞 後來又因一次專業發明 獲得了十萬美金 於是他不再打零工了 他選中 新有澤西州的門羅公園 蓋起了大實驗室 他聘請了許多 萬家工匠 來建立這個科學王國 他要給實驗室的 要求是每天一項小發明 六個月一項大發明 果然他一生在專利局的發明 就有一千三百二十八種 從他出生到八十四歲的四世 平均每十五天就一項發明問世 愛迪生有一句 為世人所熟知的名言 就是 錢財是九十九份邪漢 加一份靈感 愛迪生最大 樂趣就是工作 故事獎人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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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